新门市民于姓的美法师之前到百元快速减法店工作七个月之后 他罹患了右手公骨怀上岩 他认为是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造成职业病 因此向业者来求偿医药费跟损失 但是业者就控诉说这明明就有旧伤啊 不是在这里受伤的 但是法官还是认为这符合职业灾害 因此派雇主要赔偿21万 美法师小心翼翼减法客人一个接一个上门 这家位在戏举康宁路上的100元美法店 靠近卖场人潮多 甚至还有本土剧演员李玉芬都来捧场 美法师手没停过工作量大 就有一名余姓美法师前年来这里工作七个月 去年二月开始手肘痛 诊断出右手公骨怀上岩 控诉店家造成职业病 求偿65万元 我们都不会啊 那是个人的知识问题吧 反正还不好是旧伤耶 同家店店员不认同 但更就了解这名余姓美法师已经有21年资历 法庭上他强调受伤后 连开宝特瓶的利器也没有 法官认定他符合职业伤害资格 依照公司计算无法工作的15个月 要求雇主赔偿21万元 这个没有办法完全证明 余小姐就是在这个地方 余小姐她过往以前的一些 所有的责任 就加在我们身上 那真的很不公平 100元美法店如雨后春笋般成立 讲求快速便宜 但来比较看看 余姓美法师7个月总共减了2925颗头 平均一天就减14颗 和一般美法店比起来 一天平均只减3颗头 工作量相差将近5倍 业者强调当初看在她自立身 没有要求看健康报告 没想到却被球场损失 决定要提出上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宗盛 游文旗 新北市报道